哈囉 歡迎回到旗幻電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 用現實的數據來跟大家分析 上週五的低失業率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就是上週五公佈的勞工數據 在這個預估上 是會增加128,000個工作 但是實際值則是增加了517,000 所以你也可以說 實際增加工作量跟預估的工作量 是差了快要基本上超過三倍多了 所以是非常非常誇張的一個錯誤的評估 然後失業率也是達到過去53年的新低 達到3.4% 所以當這些消息一公佈了之後 上週五股票市場就是暴跌一波 但其實比特幣還有加密貨幣 是沒有什麼太受到勞工數據的影響 今天我要帶大家看的 就是從一個現實層面來分析 為什麼失業率此時此刻還是這麼低 然後希望可以透過今天的影片 讓大家看得到我看到的東西 就是把目光放遠 看到最終會發生的事情 以及大環境的走向 這個才是比較重要的 而不要受這些短期的數據 去影響自己的投資策略 今天我們先來聊一下 為什麼會增加這麼多的工作量 因為增加工作崗位的數據 通常都是有一些延遲的效果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去年2022年第四季度的時候 工作量是不可能會減少的 因為所有公司在第四季度都是比較忙的 在今年的Q1 Q2 就是第一第二季度的時候 會有大量的人被裁員 到目前為止其實已經在發生了 但是還沒有反應在這些數據上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科技公司 都已經裁了上千上萬的人了 然後每個科技公司也是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很多實體業跟運輸業 基本上也都是大量的在裁員 就是嘗試靠著減低開支 來撐過接下來的難關 另外低失業率 因為很多勞工階級的人 他們都是打超過一份工 所以他們有可能是打兩份工或者是三份工 所以在失業率上顯示這麼低 其實也不代表說經濟是好的 因為很有可能一個人原本做三份工作 但是他兩個工作被裁員了 他還是有一份工作對吧 我今天就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美國現實當中的生活到底是怎麼樣 我做了圖表 是跟大家聊一下美國 大部分人賺多少錢 然後如果你今天賺多少錢 你開銷情況是怎麼樣 一開始我們用一年十萬年薪的人 來做個例子好了 因為往往我記得十幾年前的時候 大家的目標就是想要一年賺十萬美金 因為如果你賺十萬美金的話 你就基本上是前10%的人了 但是此時此刻在加州賺十萬美金 應該是前18%到前20% 所以你也可以說在加州 五個人裡面只有一個人的年收入 有達到十萬美金 我們就一開始先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十萬美金的話 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在加州除了聯邦稅以外 還有周稅 所以如果你今天收入是在十萬美金的話 你光是在稅的部分 就會被扣大概是30% 應該是29.9幾 那我們就算30%好了 所以這個薪水 你拿到手上就只剩下7萬了 7萬之後我們把它除以12 就是每個月 所以每個月月薪大概是5833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基本的開銷 一開始我們看到房貸還有租金的部分 就是住家的部分 如果今天你有在加州買房子的話 加州現在房子基本上沒有個六七十萬 應該是買不到 所以如果你用房貸來算的話 房貸基本上都是至少3000塊以上 我們就以比較保守一點方式算了 我們就說今天我們在租房子好了 租房子的話 你在比較偏遠的地方租一個小套房 或者是公寓 租金大概會在1500左右 如果住市區的話 租金基本上都是3000以上 我們今天就以一個單身的人來說好了 我們就說他用一個最便宜的租法 我們就算1500塊 他一個月租金1500塊 那他要不要開車呢 一定要開車的 因為在加州沒有車基本上就等於沒有腿 那現在車的這個平均的月費 大概是在500到700之間 我們就用一個這個低標吧 用500塊 那這個還不是說開很好的車 這個只是一些這個最普通的車 像Toyota Honda這種等級的 一個月大概就是大概500塊左右的開銷 那如果你要開這個BMW啊 賓士啊 甚至保時捷的話 那基本上這個開銷就會更大 可能是這個八九百 可能是1000多 甚至2000都有可能喔 那我們今天都是用低標來算 我們就說假如說這個車 開個普通的車500塊好了 那開車你就需要什麼呢 需要車的保險嗎 那車的保險之外呢 還有這個health insurance 就是健康保險 那在美國呢 如果你賺10萬塊的話呢 這個健康保險是非常非常貴的 一個月基本上都是500塊以上了 那我們今天就把這個健康保險加上車險 那可能還需要一些這個看牙齒的保險 或者是看眼睛的保險 我們就保守估計算個750好了 這個也是低標啦 因為一般來講 賺10萬的這個單身的人呢 保險一個月超過1000塊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那接下來這個水電費啊 瓦斯啊 手機費啊 網路等等這些我們就 一共算起來就算個500塊好了 那這個500塊是非常非常保守 像我自己的話呢 這個一個月光是這些費用加起來 應該都是很輕鬆 就會超過1000塊以上 但今天我們是用單身的例子來講嘛 所以就說500塊好了 那剩下的東西就是這個食物跟飲料嘛 那食物的話呢 單身我們就算一天花50塊吃東西 應該不算太貴吧 因為你單身也不太可能每餐都自己做 很多時候你可能要出去吃 那這個飲料的話呢 就要看每個人不太一樣了 因為在美國一杯波巴奶茶 就是珍珠奶茶呢 大概就是7塊錢喔 所以你只要一天喝一杯 那基本上一個月200塊就沒了 所以我們食物就算一天50塊吧 那50塊的話呢 就一個月是1500塊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個年收入10萬的人 那已經算是這個前20%的人喔 在這個所有開銷結束之後呢 你只會剩下1083塊喔 那當然我剛剛跟大家說過 這些都是以這個非常非常保守的方法去算喔 那如果今天你是想要過的比較好一點的話呢 基本上這個是不會有任何余額的喔 那這些當然還沒有包含就是娛樂啊 還有出去跟朋友hang out啊 喝酒啊 出去party啊等等這些金額喔 如果你要把這些加進去的話呢 基本上很輕鬆就是這個透支了喔 那我接下來再帶大家看一下 如果在加州這個平均的年薪是62000左右 那這個是2022的數據啦 在加州平均的年收入是62000左右 我們就說今天我們當個普通人好了 就賺一個這個普通的薪水 就是平均年薪的這個薪水就是62000 那62000的話呢 在這個稅上面會比較便宜喔 大概20% 所以稅的話呢會是12400左右 那稅後的年薪呢就是49600 那你把它除以每個月的月薪呢 就是4133 那我們所有東西都還是一樣 用最低標的方式去算好了 那就把這些數字填進去 就假如說是一模一樣的開銷 那最後呢會變多少呢 就賠了這個600多塊喔 而且這個都還是以最基本的開銷喔 就是今天你如果要買一件衣服啊 要出去跟朋友喝杯酒啊 或者今天想要多喝幾杯奶茶啊 那開車去個road trip啊 去這個堵城Las Vegas玩啊 這些都是額外的開銷啊 那一去基本上一趟都是這個1000塊 跑不掉啊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啊 如果今天身為一個加州的這個 平均薪資的人的話呢 這個每個月的這個開銷 就基本上已經是富的了喔 那我今天跟大家聊這些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這個現實生活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因為我相信大部分住在亞洲的人 對美國這邊的狀況可能不是這麼了解喔 那我這邊就是跟大家 以一個非常非常保守的方式 去估算這個在加州的收入 還有這個開支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透過今天這些資料呢 就可以知道這個在此時此刻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喔 那今天你認為勞工階層的人 不管你是賺這個6萬2 或者是賺10萬 你認為他們會有什麼額外的金錢去做投資嗎 當然是沒有喔 那如果他們想要在此時此刻 想要過一樣好的生活 那這個開支一定是比這個 我們看到的要高嘛 那他就會處於一個透支的狀態 那透支的狀態怎麼辦呢 他們第一個能做的事情 當然就是變賣資產喔 所以也就是說呢 這個大部分10萬收入以下的人呢 在此時此刻 或者是你也可以說過去的一年裡面吧 其實都是已經大量的割肉了 就把這個資產割在這個腳底板的位置啊 那等到下一波這個政府 再次開始QE的時候 開始印錢的時候呢 到時候受益的人呢 又會是這個大資本大資金還有銀行家啊 還有可能是這個前5%收入的這些人呢 呃又會基本上把這個窮人再割一次喔 但是此時此刻呢 就像這個兩天前我們看到這個勞空數據啊 還是會給大家一個這個錯誤的觀念 還有這個錯誤的感覺 讓大家覺得說這個此時此刻 經濟可能還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事實上不是這樣喔 從這張表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大部分我相信超過90%的人呢 應該都是處在一個水深火熱的情況當中喔 那你可能會問說Derek為什麼這個政府要公佈這些數據啊 那為什麼這些數據公佈之後 這個股票還有幣圈就大跌喔 那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要嚇這些普通的人啊 那這些普通人 就算現在他們還有持有一些資產在手上 那看到這些數據的話呢 他們也會覺得這個經濟好像沒有這麼糟糕啊 那股票又跌啊 那他們一害怕可能就會變賣更多的股票 因為他們生活就已經有問題了嘛 那當生活有問題的時候呢 你也不可能就是一直持有著你的資產對吧 所以任何時候我們看到一些大數據 然後發生雜盤現象的時候呢 這些身處在水深火熱當中的這些人呢 一定都會增加他們割肉的機會喔 那等於是下一次這個再次開始印錢 然後下一輪牛市在開啟的時候呢 他們又沒有辦法享受到了 那這個也就是很現實的一件事情 那我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看我的影片呢 然後把這個目光放遠 然後看到大環境的走勢大概是往什麼方向 而不要看這個每天政府公佈的數據啊 或這個一天砸盤一天暴漲啊 就去改變自己的投資策略喔 OK那我們開始看新聞吧 第一個這個報道呢 是說此時此刻還有辦法靠比特幣得到財富自由嗎 那對於這點呢 我認為透過比特幣的機率可能是稍微低一點了 因為比特幣現在畢竟已經兩萬多塊了嘛 那他就算再暴漲個20倍好了 就是假如說比特幣最終達到50萬 那其實資產翻20倍呢 也很難讓大部分人得到這個財富自由喔 但是我認為很多這個小幣 就是山寨幣啊 不管是以太幣啊 或者是愛達幣啊 還有其他的項目呢 則是還有這樣的機會喔 那今天到底要透過怎麼樣的方式 投資比特幣才有可能賺錢呢 在這則報道裡面呢 他就幫大家整理了三點喔 那這三點呢 其實也是我這個開創頻道 要敘述的一個投資理念啦 第一個就是HODL 就是說今天你買一個產品呢 就是要長期持有它 然後第二點呢是Dollar Cost Average 就是所謂的DCA 就是定期定投的方式 然後長期持有 隨著時間呢 我們資產都是會 逐漸的膨脹的喔 那最後呢 就是Self Custody 就是持有自己的幣啊 那有Key 那有Crypto 這個也是我頻道裡面 一直跟大家講的喔 那如果你有做到 這以上三點的話呢 然後選擇這個 投資標的是對的話呢 我相信隨著時間呢 你的資產應該 都是會逐漸膨脹的喔 下一則新聞 是關於Ray Dalio的 在上週五的時候 Ray Dalio就有表示說呢 比特幣今天不會解決 現金社會的一些 這個金錢體系喔 那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講啦 因為Ray Dalio自己有說過 他認為這個理想的金錢體系 是應該怎麼樣的 那比特幣基本上就是 check every single box 就是每一點呢 比特幣都是可以做到喔 但是在上週呢 這個Ray Dalio是說 比特幣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那他會這麼說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他想要割更多韭菜 然後自己想要囤更多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喔 但是這個就是 投資市場裡面吸引人的地方 也是比特幣吸引人的地方吧 就是今天你投資的項目呢 你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認可喔 因為今天如果你投資的項目 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認可的時候呢 那基本上你在上面 就沒有賺錢的機會喔 所以任何時候我看到 聊到比特幣啊 或者是聊到這個以太幣啊 艾達幣啊 然後出現很多反對的聲音 或者覺得這個看法 跟我不一樣的人出現的時候呢 我其實都是非常非常開心喔 因為就是要感謝這些人 我們在這上面 才有得到這個賺錢的機會對吧 所以我自己呢 是從來不會跟我身邊的朋友說 啊你一定要買比特幣啊 或者是你一定要怎麼樣 因為我個人認為呢 就是因為大家在投資市場當中 有這個意見的分歧呢 你才有賺錢的機會喔 那比的呢就是大家的眼光 今天你看到的東西 別人看不到 那最後他如果真的成功的話呢 你就可以在上面得到一個 不錯的財富喔 那如果今天你的眼眶不好的話呢 那也有很多人 是在投資市場裡面 這個賠到脫褲子對吧 所以不管是Ray Dalio 或者是這個巴菲特 還是這個Charlie Monger 他們討厭比特幣也好啊 他們不看好比特幣也好啊 這些其實對比特幣來說呢 都是一件好事 對你我來說呢 也應該是一件好事喔 下一個新聞是關於MicroStrategy的 那MicroStrategy在上一週的財報裡面 可以看到呢 他們在這個Q4呢 沒有變賣出更多的比特幣喔 那他們主要變賣一些比特幣 在上一次他變賣的時候呢 只是為了付一些這個稅金上面的事情 那Michael Saylor在這個Conference Code上面呢 也有表示說他們這個比特幣的策略是長期的 絕對不會因為這個比特幣短期這個幾個月啊 或者是一兩年的波動而改變他們的策略 那在最後呢他也有表示說這個自從他們投入這個比特幣Strategy 就是比特幣策略之後呢 他們這個投資報酬率呢 是比這個大部分的股票 黃金還有這個國債都要好喔 所以在這個財報會上呢 可以看到這個MicroStrategy還有Michael Saylor呢 他們對這個比特幣還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念喔 下一則新聞是關於Visa的 那我們都知道Visa跟Mastercard 這兩個最大的信用卡公司呢 其實都在為加密貨幣佈局啦 那今天Visa他們主要注重的呢 是用這個Stablecoin 就是之後可以透過這個刷Visa信用卡的形式呢 去使用自己的這個穩定幣喔 那我認為這件事呢其實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為任何時候假如說你使用的是比特幣啊 或者是以太幣啊 或者是其他的這些山寨幣 你一般來講不太會想要使用他們 因為畢竟你投資他們是看到他們未來這個增值的這個potential 就是可塑性嘛 所以一般人呢應該是不太會想要花這些比特幣 但是當你在高位套利的時候呢 你就會得到很多的這個穩定幣在手上喔 那如果這些穩定幣可以用來透過Visa刷卡形式使用的話呢 你就可以省去把這個穩定幣轉到現金 然後再從交易所轉到你的銀行 然後等這個七到十個交易日 就可以說是要等兩週 這些錢才會到你的銀行裡面 你才可以使用他們 如果今天Visa可以直接讓你使用穩定幣去付款的話呢 那這樣的話呢 將會省去非常非常多的麻煩 跟非常非常多的交易費喔 所以也是非常期待這個最終Visa跟Master呢 都是可以使用這個穩定幣進行支付喔 如果可以達到這一點的話呢 我相信這個加密貨幣全球化 應該就離我們不是很遠了喔 佳澤新聞是關於FTX的 那今天FTX呢 他們是問了所有曾經收過他們捐款的politician 就是政客呢 要把他們的錢給拿回來喔 那這個總金額呢 超過了93million 就是9300萬美金啦 那看到這些新聞呢 我是覺得蠻好笑的 因為今天我不相信這些政治人物會把錢吐回來喔 今天FTX捐錢捐給這些政治人物 進到他們口袋裡面 我認為出來的機率就是非常非常低喔 就算有政治人物願意還錢 絕對也是占這個極小部分啊 因為大部分這些政治人物呢 可能都已經把錢拿去這個花在競選上面啊 或是其他的事喔 那要把他們錢吐出來呢 我認為簡直是天方夜譚啊 下一則新聞呢 也是關於SPF的喔 那SPF呢 之前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他們有買了這個 我記得是8還是9%的這個Robinhood的股權啊 然後他們持有這個Robinhood的股票呢 一共是持有5600萬股 那以此時此刻這個Robinhood的估值來算呢 這個大概等於是600個million喔 就等於是6億美金等值喔 那這些Robinhood的股權呢 都是被持有在一個叫 Emergent Fidelity Technology的公司 那這個公司呢 是由FTX的Founder 就是SPF 還有之前的這個Exactive 就是總裁Gary Wang共同創辦的喔 那SPF是持有這個公司的90%的股權 那Gary Wang呢是持有10% 那今天呢 這個Emergent Fidelity Technology 這個公司就提交了Chapter 11破產保護喔 那我認為他們提交破產保護呢 只是想保護這些Robinhood的股權這些資產啊 因為很多這個FTS的受害者呢 都是基本上是虎視眈眈的盯著這些Robinhood的股票 那今天這家公司呢也是提交破產保護 是不是可以保護他們資產還是怎麼樣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 那關於這件事情呢 之後如果有更多消息流出來的話呢 我會第一時間再做新聞跟大家聊喔 下一個新聞是關於這個SPF 關於他250M的這個保釋金 就是2.5億美金的保釋金 當初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有兩個人是當Garantor 就是等於是幫他保證啦 擔保這樣子 那後來呢 因為保護這兩個人的關係呢 他們的名字是沒有被公開的喔 然後這個SPF的律師呢 也是跟這個法官說 這兩個人名字最好是要這個 不公開會比較好 那主要是為了保護他們 但是今天呢 這個法官就是負責FTS破產事件的這個法官 叫做Louis Kaplan 他表示說呢 這兩個人的名字應該是要被公開的喔 然後已經確定了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在2月7號就是後天之前呢 還是可以上訴這件事情 那如果這兩個名字真的被流出來的話呢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興趣知道 到底是哪兩個人 願意為這個SPF付出這個高達2.5億美金的保釋金喔 但是我相信他們應該是會上訴啦 所以關於這件事情呢 我相信在短時間內呢 應該還是得不到什麼結果 下一個新聞是關於Google 谷歌還有SPF的 那這個谷歌呢 是投資了300 million 就是3億美金呢 在一個這個人工智能的公司喔 這個公司的名字叫做Anthropic 那這個Anthropic呢 曾經也得到了500 million 就是5億美金的資金呢 來自這個FTS的前CEO SBF喔 這件事情是在去年的4月發生的 所以是在FTS破產大概半年前吧 這個SBF也有投資這家人工智能的公司喔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很明顯看到這個SBF真的是狂花大家的錢啊 就基本上大家把資產擺在他們交易所上呢 然後他們就跟這個Alameda Research合作 然後基本上就是使用這個大家的資產呢 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喔 包含捐錢給政客啊 還有投資很多一些有的沒的這個子公司啊 因為我記得當時FTX破產的時候呢 他們這個子公司是高達30幾個還是40幾個吧 那今天可以看到這個Anthropic也是其中一個這個SBF投資的項目喔 那現在這個SBF出於這個破產的狀態當中呢 我就不知道他在這些公司的股權要怎麼處理喔 所以這整個破產過程呢也是非常非常複雜的一個過程喔 但是對於AI呢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喔 因為我個人認為呢這個AI其實是非常非常有危險性的喔 那我也是很擔憂這個AI未來的發展啊 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希望我跟大家聊一下這個關於AI的看法 因為最近不管是這個ChatGPT啊或者是其他這個AI項目啊 AI機器人啊其實都是這個蠻火熱的一個話題啦 那如果大家希望我聊聊AI的東西的話呢 呃歡迎在留言區讓我知道啊 下次什麼時候有空的時候呢就可以做一起關於AI的這個話題 來跟大家細聊這件事情 下則新聞是關於這個全球對於加密貨幣最友好的幾個城市喔 那這個第一名呢就變成了這個倫敦呢 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這個全世界最友好的20個加密貨幣城市 第一名是倫敦第二名是獨拜第三名是紐約 第四名是新加坡第五名是洛杉磯 那對於這點呢其實不太意外啊 因為我在看我的觀眾朋友應該都知道這個倫敦是不停的在這個 對於他們成為全世界加密貨幣中心這件事在努力喔 那在這邊還可以看到另一個現象呢 就是新加坡也是這個名念的前茅喔 那其中還包含了這個香港啊還有日本啊 但是中間沒有南韓我倒是蠻吃驚的喔 但是畢竟加密貨幣現在還是處於這個及早這個嬰兒期啦 所以這個我相信這些排名呢在未來呢都是有很大的變動空間的喔 那今天的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我們要不要點個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啦 再見 大家聽說 樓下 我們要一點 Wisdom 我可以 Visa 集成一下 每人來說 第一次 你們有 Radio